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五位太郎的爸爸走丢了 那这是一本非常经典很有趣的绘本 是汉森精选世界最佳儿童图画书系列的 你跟哥哥一起来看吧 帮我压着可以吗 我正在专心的玩电动玩具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 这是我 然后这是爸爸对不对 然后呢他在专心玩电动玩具哦 我也想玩电动玩具 他这个书呢都有特别裁切的 我想玩电动玩具是不是 我想玩电动玩具 你看啊 这个这样弄过来就是变成收银台了 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走丢了 他在哪里我在哪里 对小男孩在这里 然后呢 找到了 找到了 那是爸爸的西装哦 小心不要挡到我的字 然后再翻过来 哎呀不对耶 是个董事长啊 他只是穿的刚好跟爸爸一样的衣服而已 然后再翻过来哦 找到了找到了 那是爸爸的鞋子耶 在那边 在这儿 这个是爸爸的帽子耶 对我在这里 爸爸的帽子在后面 我们赶快过去找爸爸 哎呀不对 这个是谁 对这个太帅了 这是一个模特儿啦 其实不是爸爸 太帅了 然后呢 啊找到爸爸在哪里 找到了 那是爸爸的鞋子耶 不对 在钢琴下面 那不对 不对 那是谁 哎呀又错了 那个是谁啊 原来是一个小姐 他的男朋友耶 然后呢 这回 真的找到咯 那是爸爸的领带 这里 是爸爸的领带耶 我们帮忙 又不是哪 哎呀根本就不对嘛 结果是谁啊 是一个太太 他的衣服 他的洋装耶 看起来好像爸爸的领带 再来呢 咦到底是哪一个啊 这两个都看起来好像爸爸的背影 我在厕所 在上厕所 都是一样的 对 那我们打开看看是不是爸爸 哎呀 你挡到字了 哎呀都不是耶 好 来帮我翻页 啊爸爸 他终于找到爸爸了 在电扶梯那边 来帮我翻页 哎呀 真的是爸爸这次 啊 小宝 不要动 上楼以后 就在电梯口等我哦 小宝 你跑到哪里去玩了 我以为找不到你了 然后 这小男孩就说 爸爸别担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就他觉得是爸爸走丢了 不是他自己走丢了 嗯 然后呢 这个很 这也很好玩 把它贴过去之后 它的字呢 就刚好可以有不同的 他说小宝 我们再到玩具部去挑玩具吧 爸爸我已经找到我要的玩具了 他想要的玩具是什么呢 不是啦 就是他爸爸啦 他终于找到他爸爸了 你看这个 有特别的 这个字 这样会长出不同的情节 好 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非常特别的一本书 因为他用很多的这个裁切的 纸张的裁切 来做出不同的效果 然后来 有躲猫猫的感觉 好 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